上海一万流氓归于大力门下 9月4日晚上,在上海的戴笠,找到也在上海的参谋本部高级参谋文墙说,校长来电报,要我跟杜月笙合作,一个月内组织一万人的别动队。组织别动队干什么?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,每日晚上打信号枪,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,就让他们来对付这些汉奸。 戴笠说,急得很呀,办这样大事,我身边没一个人,还只有一个月时间。 文强说,一个月之内组织一万人的部队,需要多少干部?兵员怎么来呢? 人由杜月笙出,就他手下的那些流氓。戴笠说,你马上给我写几条大纲,我们直接跟杜月笙谈。 文强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,计划一万人编成五个支队,军需另外编队。 戴笠一看,立即约杜月笙第二天开会。 文强说,计划里还有个问题,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。 一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,没有饭给人家吃,怎么办呢? 要杜月笙拿钱,他拿不出来。 要你拿钱出来,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,没有钱是不行。 戴笠说,我晓得,有国家出。 结果,他给蒋介石打一个电话,蒋介石说,我要军政部做一万人的经费预算,已经办好了。 于是,戴笠和文强带了几个人,一起去见杜月笙。 杜月笙早带人在等候他们,他带的一些人中,有的戴笙认识,有的不认识。 杜月笙一一介绍,都是他的徒弟和门生,全是黑帮人物。 他还特别介绍一个穿长衫的人,说,我就要他们别动队当秘书长。 接着,他又介绍说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璐,让他当总指挥。 戴笠问,是不是在广东郑学民手下当过师长的刘志璐? 杜月笙连声说,就是就是,戴笠,把蒋介石的电报给杜月笙谈。 杜月笙笑着说,我没多少恩话,只会签个名。 戴笠只好把电报读给他听,然后和杜月笙谈了一通。 杜月笙的抗日热情很高,很快,两人就什么都谈妥了。 杜月笙很有心计,五个支队,其中三个支队是他的人,还让刘志璐当总指挥。 戴笠不好说什么,只好同意了。 但是回到住处后,他却对文强说,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璐,很厉害。 他把我们国民党的人都拉过去了。 这一万人,我最多还能安一个支队长进去。 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,吃亏了。 文强说,你没有吃亏。 我有个办法,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,把黄浦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, 让他们向你报到,把别动队里没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换下去。 这样,大队长,中队长,中队,腹部都是你的人了吗? 这个办法好,这个办法好。 戴笠点头。 还有,那些流氓怎么能够? 从军呢? 你得安排班长,起码让他们带着训练半年。 戴笠问,班长又怎么办呢? 文强出主意,你找张志忠、张发奎,从他们的部队中挑,班长不就有人了吗? 戴笠一一照办。 但是,随后,因为战斗紧张,别动队尽管没有来得及训练,仍然拉上了战场,参加对日作战。 十一月,松户抗战以国民党军到溃败而告终,其中,多数人在战斗中牺牲。 沦陷时,杜月笠手下的那些大徒弟都跑了,只有一个支队长童玉山还在坚持。 别动队了余部,于是权规大力调过来的大队长,中队长掌握了。 杜月笠本人后来也去了香港,重庆,被别动队的实际掌握是空的。 但是,别动队了余部潜伏在上海滩,后来对破坏汪尾政权,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对此,文强后来回忆此事说,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,永远不可磨灭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